单日确诊人数扩增 快筛试剂的需求量也增加 不过对于台中杀戮区 公民里的里民来说 却是一大困扰 因为药局远 再加上长辈太多 排队的体力根本就没有办法附和 因此当地里长就自掏腰包 采购了快筛试剂 让里民能够免费领取 夜合快筛试剂送到长辈的手上 不过这里并不是药局 而是杀戮区公民里办公室 里长特别采购快筛试剂 让里民能够免费领取 因为现在目前家里 难免都会需要留几只在家里面用 到药局要排很久 所以说里长这个扇行 让大家都真的都很感恩 我们家的旅店最要讲好 最要打给最好的就对了 最近本土疫情升温 快筛试剂需求大幅增加 不少药局也涌现排队超 不过对于公民里的700多位 65岁以上的长辈们相当不便 因为从当地到一趟药局 就要到杀戮市区或者是大雅 车程都将近20分钟以上 因此里民们纷纷到里办公室 向里长寻求帮助 当地里长也透过管道 自掏腰包进货快筛试剂 能帮忙舒缓燃眉之急 目前也已经发送了有300多剂 那个公民里很多长辈 来找我好几次了 他说有钱买不到 而且呢又去药局 这边公民里又没有药局 后来我就想办法 就透过关系想办法 后来就通知他们来领 有需要的 真正有需要的人 现在我已经花了好几次了 他们随时 现在到目前为止随时都来领 透过民间力量 齐心守护民众健康 不仅能够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 也能够协助民众度过疫情难关